观众朋友您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在爱沙尼亚的塔林举行的 2022年四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女单自由滑的比赛 现在登场的是韩国选手金毅林 选手在自由滑的比赛中 出场顺序是按照短节目的成绩倒序上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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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韩国选手金逸琳的图兰朵表演结束 金逸琳是今年韩国全国锦标赛的女单亚军 那么在北京冬奥会上韩国女单有两个名额 这两个名额是给了今年的韩国全国锦标赛的冠亚军 一位是刘勇一位就是金逸琳 但是刘勇这次在短节目当中发挥并不尽如人意 在金逸琳之前刘勇已经比赛结束 同样自由滑的发挥失误颇多 所以使得这位刚刚在全韩锦标赛上获得冠军的刘勇 这次的成绩可能还未必能够赶得上韩国的另外两位女单选手 一个是金逸琳一位是李海仁 那么金逸琳在短节目结束之后是排名第三的 李海仁是排名第二 在她之后要上场 短节目排名第一的是日本选手三元五一 今年的四大洲锦标赛 因为距离北京冬奥会只有两个星期 所以除了韩国队以外 其他所有参赛队伍都没有派出奥运阵容参赛 规放中我们来看一下 金逸琳的开场连跳是勾手三周接后外点兵的三周 她的后外接环三周的进入方式是用难度步伐的进入 整套自由滑里面的十二个技术动作 全部是以得分为正来完成 女单选手相对男子运动员来说 比较容易出现在菲律普跳和勾手跳 这两种跳跃上用刃不准确 同时呢还有落冰周数不足的问题 尤其是在用刃跳的完成的动作上 比如说loop跳 之前刘勇在这次的 在金逸琳之前比赛结束 自由滑的比赛当中 就是因为跳跃的周数 大面积的受影响 刚才画面切到了双视窗 这次呢实际上 斯拉多锦标赛的女单项目的金牌争夺 或者说奖牌争夺主要是在日本和韩国 以及美国的韩裔选手当中去产生 那么美国的韩裔选手 在刚才已经结束了比赛 是安德雷辛 金逸琳目前是140.98分排名第二位 总分相加 这是她的短节目的自由滑的分数 总分相加现在排名第一了 后面还有两位选手要登场 谢谢大家